- 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独工变化 大道之简 财富大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频道 好 当前的位置 比特币以太坊有买入机会吗 本周公布的CPI数据是否对盘争的大影响 OK 用来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好 再说一段话题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场视频 去点击我们的影片下方的一些项目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及时分析 补充和服务都在免费很重要 Discord Telegram社区都是免费的 OK 点击加入 那这样的图片下 社区包括多种资源 最基本的每日分析 每日分析 分析服务 还有我们自动更单 多套的车工使用 按照我们的教学设施杠杆倍率 即可完全自动化的作为更单 非常完整 非常安全 还有我们这个指标 也要使用 还有些自动讯号 都是可以去参考的 OK 好 那以上资源的话 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 都可以去私讯我了解 OK 点击链接 可以私讯我 好 那都是免费的资源 那就这样子了 好 那我们快速 来带过一下 看一下盘面 目前的位置在分析下 首先来讲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位置 还会下跌吗 OK 其实下跌当然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下跌空间我认为并不大了 OK 让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 我们先看四小图 四小时图 这个位置比特币呢 比特币的图表目前的位置是几天后调整 那一轮几天后它搭着一个放量程度 其实相当弱的 OK 它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成交量 对不对 并没有出现大的一个成交量 它下跌能量的成交量其实并不大了 所以下跌空间并不大 尤其我们相对对比前方的一个拉伸的一个量的呢 之前上涨看几涨看放着大量的对不对 二段拉伸这样子 那现在下跌呢就这么一点点对不对 所以整体如果对比这个买入和卖出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对比 其实买盘是非常积极的 那卖盘这边它其实下跌能量的并不强 并不强 所以不认为它有多深的下跌空间 OK 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既然方向是买入 那我们应该讲哪家会买呢 OK 如果我们从这个拉伸的一个 底点开始算了 16326拉到最高价 大概是这个24262的位置 那回撤382的位置大概是21230 这点呢它是一个回撤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可以等 你可以去等这个位置 或者说如果你真的害怕大空 你可以在这些位置就买入一些 然后再往下补仓 继续补仓 继续买入 持续买入 这样的情况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比特币的行情这个位置 走的是一个非常空头 下跌能量并不强 你看下跌都没量 下跌没量 没什么量 真的没什么量 就这么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和前方对比上一段拉伸的一个结构来说 这边下跌非常健康的 非常健康的 OK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这个位置去买入呢 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考虑的 而且绝对是可以值得买入的 所以那同时 如果说你参考另外的形态 比如说你参考 比如说有人会看什么斜播啊 什么形态 对不对 看斜播的话 可能你会考虑在 比如这个位置去买入 886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大概大概价位啊 大概是20800左右 所以你也可以等20800 不过价格具体的哪边止跌呢 很难去很难确定 但以目前空头的这个能量来说啊 它是非常非常弱的 所以 相当可以清楚了解到 即便还有短期的下跌空间 空间也不大了 顶多也就 看一下 也就可能两个点 可能四个点 也并不是什么大下跌空间 所以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害怕它空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个21000附近 就直接做一个DC了 250021000 可能20800 这附近 都是可以买入现货的 OK都是可以买入现货的 因为这个空间其实真的并不大 对不对 真的并不大 假设你 接下来可能下跌空间就3% 对不对 那上的空间呢 还是比较大的吧 上的空间的话 你看一下 对不对 破价格的话 至少有1520%的一个拉层空间 对不对 上是可以预期的 而下跌这边能跌多少 我个人认为 这边下跌空间其实真的并不大了 我们把这个位置标起来 可能886标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 打个字吧 好 这样子 大家去做一个简单概念 好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上周讲过 在这个区域内都是可以做买入的 对不对 除了成价量的话 下跌能量是非常非常弱的以外 前方的拉伸 拉伸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即便要下跌 他也不可能直接V跌下去 可能是很低的 如果你要出货卖货的话 你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出货 你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派发 对不对 包括我们这里 这边的派发也是有相当久的时间 对不对 你看这边 也是经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派发 对不对 一个月左右的派发 那这边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通常第一次调整 它都是一个中继 后续呢 还是有上两空间的 那即便说他 24000 他就是顶了 涨不上去了 对不对 真的涨上去了 好 那他很可能也是在高位这边 构成一个结构 构成一个结构 对不对 然后调整一段时间 在高位调整 比如这边回下来之后呢 再拉升 然后破不了前高 又下跌 再涨了 又破不了 再下跌 后续呢 跌破颈线 后续呢 就开启下跌 那很可能才会开启 更深下跌 对不对 是不是 至少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位置啊 直接看大幅的下跌 看空呢 是部分逻辑 比如看到2万 看到1万9 看到1万8 看到1万7 不太符合逻辑 OK 所以 个人前一来的高位这边 就是可以去做现后的一些 低吸 可以做一些低吸了 这样的情况 好 那如果说 情况好的话呢 价格就是 比如再一次去 比如说价格回踩之后 哎 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 突破失败 突破失败的下跌的话 那么再高位考虑去办 那就现后吧 对不对 就他即便是要下跌 他可能先高位 构成一个 更大一个震荡 然后再跌破 或是他 哎 怎么样 突破前高 知道的突破2万5 一不大又多 后续呢 再下跌 再下跌 才开始下跌 那你也是之后的事情了 那至少目前说的话 这个位置 价格拉升 拉升之后呢 才能下跌 下跌 第一个霉量 第二个呢 来测试的前方这边的一个中继的区域 那如果你此时不买入 何时买呢 是吧 好 那讲这里 就参考382 27530 20230 或是这个86的位置 20800左右 这个位置做一个买入的参考 OK这样的情况 好 整体的话就讲到这里 还要非常清楚的 好 非常清楚的 整体的未来还是有上的空间的 那希望呢 各位还是能把这些 分析啊 都给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OK 好那如果说你就会将军帮助 有料的话呢 可以帮我点个赞 OK 帮我影片点个赞 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加我们社区 OK 都是免费的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